有這些題目還說新嗎? 有這些這麼舊的題目還說新嗎? 這裏第十四其實是考牌的 哪個人要有地產牌就是那些要買賣屋 買賣要跟人講listing的 要談那個買賣的價錢 所以你經常說十三、十四、十五那些 不重要的那些你要不要我講 在那個買賣不需要的就是你做的那些 你先聽一下 他這些那個員工 貸款的員工是不需要考牌的 這裏的銷售市如果要拿牌 就是他要年紀適合、誠信、讀書 而這些要打個聲 但他考不考?是不考的 那他這本書 他現在開始轉電腦了 你猜他會不會考?不會的 他那牌是四年可以逐一次 考牌有150條 我經常都講的 那有份通知 那這裏整幾版紙 你看就變了浪費時間 如果你要考的 一定是十八歲以上 是在美國在那裡住 那你如果不是在加州的都可以的 那你要有兩年的經驗 那些沒有講 那這裏 他那個地方 不用知道 考牌是哪些 他這樣說 是這樣說 但是事實 我們最重要的是 麥克斯的題目 如果他申請的是怎樣 那這些在哪個地方 那這些 他要有一個公司 如果要轉 每四年轉一次 這些價錢都不一定一樣的 跟著你也有 持續教育 你如果要續牌的時候 那跟著 就做生意的時候 你又可以要買 就是如果是做生意的話 你是可以有自己的實業 就是好像 一間公司有個屋 你是可以有些家資 家資是fixture 但fixture是real property 還有那個reputation 那些 而做生意的listing 就是這裏 這裏呢 我們看一看 就是說 將那個生意買賣的時候 我們呢 是叫book transfer book transfer 是這個法例來的 它呢 是包括那些貨物 你買了回來 買了那些supply and equipment 例如說你有餐館 它有個切肉機 那那個切肉機是 怎樣呢 那是 這些就叫 equipment 那這個uniform commercial code UCC的第六條呢 是說到明呢 那個purchaser 那purchaser叫做 transfere transfere 就就是說 transfer了去他那裏 在那個buck transfer 那裏 buck transfer就是那個商業買賣 去give 那個seller 是一定要給那個seller 給那個seller的creditor 一個warning 就是說那個buyer說 喂我現在買了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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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通知 給那些貨物啊 例如說 賣豬肉啊 賣牛肉 給之前老闆 他們 告訴他們 喂我現在買這個店 你如果他們欠 你什麼街數呢 你要什麼 這個日子呢 我們都要記